是团联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中国人对鱼的吃法可能有数百上千种 总有一些经典而有特色的做法 流传生鱼 水煮鱼就是其中一种 最早流行于重庆 油而不利,辣而不脏,麻而不苦,肉质嫩滑是其特点 今天,厨子特意分享这道水煮鱼的做法 希望能帮到各位老铁 让老铁们在做连夜饭时能一米进盐 将鱼宰杀并清洗干净 厨子所用的为花莲鱼 老铁们也可以用其他鱼类来制作这道菜 鱼刀片成两毫米左右的鱼片装盘中 盘中加入适量的淀粉,盐,味精,胡椒粉,料酒 搅拌均匀 这锅下饰料油再加入皮线豆瓣,豆纸,干辣椒蛋,干花椒,姜片,蒜粒,炒香上色 蒜粒,炒香,蒜粒,炒香,蒜粒,炒香,蒜粒,炒香 调入适量的盐,味精,鸡精,胡椒粉,十三香 调入适量的盐,味精,鸡精,胡椒粉,十三香 在锅中快烧开时,将黄豆芽入锅中穿烫后捞出垫底 鱼鱼骨,鱼桃入锅先煮至断参后捞出,一般水开,约三分钟左右即可 鱼骨鱼鱼桃,入锅先煮至断参后捞出,一般水开就三分钟即可 再均匀放入鱼片 水沸后一分钟即可捞出 重新起锅 将油温烧至八成热 一分钟撒上一把蒜苗 青花椒 白芝麻 干辣椒段 将稍后的热油淋入盆椒 高油温会瞬间激发出各种调料的香味 再撒上点葱段 少许香菜即可上桌 水煮鱼看似简单 实际上横烤技巧 煮鱼片的时间比较关键 不能太长 不能太短 底料的炒制 如果老腿们想省事 可以直接买成品的鱼味底料 马鱼的步骤千万不能省 否则鱼肉就不够嫩滑 厨子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建议 请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欢迎关注厨子说菜 厨子说菜 一个分享美食与做菜心得的地方 我是厨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